然後大小的話,你稍微調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這裡面的這個名稱叫借款金額 我要更改的話 特別注意,這個就是一個屬性 那屬性的話,請各位在 檢視裡面看到一個叫屬性視窗的 按下去,這邊就出來了 這個其實可以把它往下拉一點點 如果不出來的話,你可以再檢視 這叫屬性視窗 那什麼叫屬性? 實際上就是它的外觀 那我如果今天要把這個地方改為借款金額這個字的話 直接怎麼樣呢? 在這個裡面找到屬性叫caption caption C-A-P-T-I-O 這個叫caption,caption就是上面的 它的一個標籤的名稱 那比如說改成叫借款金額 OK,那就改 改完 那一樣的方式喔 其他的部分喔,你就再拖拉一個 Label 那總共底下會有五個,你就拖拉出五個 下一個 有沒有 就是這樣往下拖拉 OK 好,這個是Label的 那移動的話,你可以按上下這個地方 你可以去稍微移動它一下 不過喔,因為它這個工具 不太好移動喔 那你如果要移動比較精確的位置的話 各位可能要算一下哪裡 這邊有一個就是它的位置 好,位置裡面的話 包含就是像Label Label指的就是什麼?指的就是axle 以這個為 為00 往這個方向是Label 往這個方向是TOP 好,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個什麼Labs 有沒有 這邊有個TOP TOP 在下面有個屬性 有沒有TOP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把這個地方都調 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把Labs 通通調成10好了 Enter一下 然後這個也調成什麼 這個也把它調成10的話 Enter 他們就會排一樣了 那TOP的話就是說 因為它跟這個點 的距離的 所以如果你要調的 很 很漂亮的話 你就要算一下 算一下就是 下一個 他們之間的 距離啦 可能要稍微計算一下 因為它這個工具 沒有說很方便 那你要稍微計算一下 所以底下 總共這幾個請各位 自己再稍微調整一下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讓使用者輸入用TESTBOX 點下去之後的話 把這邊拖拉一下 那放的位置你也可以對 借款金額 拖拉一下 這個地方呢就是 可以讓使用者填入 那名稱的話請各位 對應一下 叫做mypv 借款金額mypv 那mypv怎麼改呢 點它一下 它會有個name 在最上面 原來叫做TESTBOX 請你改成mypv 把這個地方改一個 名稱叫myp